大家好 欢迎来到汽车巴斯频道 这个位置是IFC的中停 绕场一圈看看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之前做过的测试是由IFC回曼安山 上次我们全程搭铁 今次我想测试一下用681是什么情况 时间是几点呢? 其实和上次一样 我认识大家在博物处工 在IFC吃个饭 吃完饭大约8点半 吃完饭大约8点半 我认识应该是 我看不到巴士站 应该前方便是 前面有巴士站 就可以上到681 现在看回981的巴士 681是在特达10分钟巴士 我真的找不到巴士站 因为防守海У 王尔山 难道要众站吗? 一直走快些 cosas 我去總站 明明那天 不是喔 這個是 不要緊 走快兩下去總站 總站681 應該差不多有車 剛才也看過ETA 應該35分就有車 有車 681 是否可以上車 看來還沒 應該有車 謝謝車長 好 好 開車了 中站來說想有三個客人 好 開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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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才AFC出來一門口就立刻又下一個巴士站 但我看不到 我明明本身是想去這個站的 但我真的看不到 其實找了很久了 結果最後走到重站上車 這裏上了三個下 其實告訴大家 如果中庭走的話 一路一路電梯出了路面 外面馬上進去巴士站 但我首先 真的找不到巴士站 沒辦法走多了幾輛路 但其實也會上同一輛車的 幸好也沒有走到巴士站而錯過了 回看ETA 開完這班35分後 下班45分都是9班 之後就是整班時短 但整班時短和9班時短 這班是不一樣的 9班時短 我查回ETA 看看前幾輛車都是10分鐘的 但整班時短要開了15分鐘的班 剛才上了車 無奈 我們先講解整個測試 測試 東鐵過海系列的測試 之前做過一次大埔和去銅鑼灣的測試 是金鐘以東的測試 就是銅鑼灣 今次再做一個 中環花馬安山 今次上測試一下 在金鐘以西這站 看看會不會東鐵的影響會大些 這樣 今次選擇681 以及港鐵比較 因為681主打其實也是一個特快路線 所以就看看這個特快路線 究竟可不可以有機會 竟然到東鐵過海 東鐵過海 都要在金鐘鑼灣一程 都要下電梯 對 下電梯 但你見到我們剛才的681 其實在門口 如果在外面的客人 其實很方便 竟然在郊藝廣場下車 不管下車的客人 在這裏上了四個客人 五個線震 似乎沒有人下客人 可能按錯鐘 我們兩個測試也是這樣 平日 想法就是 大家在中環吃飯 在中環吃飯 在F吃飯後 大概是8點半 8點半就回家 回馬鞍山 回馬鞍山 那 那 坐681很明顯一程 可以慢慢睡覺 那 港鐵都要轉 轉車 除了金鐘轉車之外 其實還要在馬鞍山 大圍站轉車 下一站是大會堂 大會堂 開車大約 三至四分鐘 大概四分鐘 下一站是大會堂 如果沒有記錯 上次的測試 選平日 是星期二的晚上 而今天 都是平日 但選了星期三的晚上 兩個系列測試 我都是選了非密放紅時間 去做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681和307兩線都是行東水 東水的下飯和上飯都好 塞車的情況實在太嚴重了 如果 東水比車程 來計 巴士的車程 來說 應該都算得很慘 所以 我就不特地在發磨時間做 步速回到剛才 大會的頭髮沒有人上車 下站是金鐘站 請趕緊扶手 請緊握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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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我們不做化磨時間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認為化磨時間 始終都應該被開東水 所以681和307 應該非化磨時間來說 其實應該是班次大縮減 改為積九字頭 例如大埔應該積九零七C 萬一都可以積九百零X 九百一那些 九百一P那些 沒有理由再用六百一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下飯時間 就不值得做一個測試 那個時間性應該輸得太厲害了 真心來講 未做過測試 我都會覺得 六百一的時間上 應該比港鐵慢 我好像未提醒大家 起點和終點 起點剛才就變成 IFC中庭的位置 但終點其實 我選了馬克山海法花園 是馬克山廣場的中庭 在這個地點來說 其實很明顯就是 今次這個總站 起點來說 可能巴士和港鐵的優勢 都不是差很遠 可能巴士的優勢還多一點 在門口 但是 到終點來說 終點的設定 就放在馬克山的廣場 本來就是港鐵出口 其實 應該只能吃光鐵的位置 所以港鐵 在時間性上贏 是應該難度不高的 但是 我也很需要看看 究竟六百一P究竟是輸 非凡人說輸 是輸多少時間 其實如果輸五分鐘 十分鐘的話 是一樣 可能有客人願意等 因為 坦白說 不用上上下下 一程過 如果差不少時間 其實是不差太遠 有優勢的 金鐘 金鐘上了兩個人 總客量多少人呢 大家記不記得 三家 三家 四家 三家 好像十一二個 不要緊 紅軍器廠街 就有 三個客人 應該大概十五度 這條線的優勢 就應該是 越向東走 那些優勢越明顯 那所以呢 暫時就不要看少這個 中水路環 十五個客人 看看銅鑼灣 銅鑼灣這輛車會是客倉 至少這個是我的預期 車部連到 請趕緊扶走 Lisa 100 請請握手 好 好了 我們剛剛走的這條路 就是軒尼斯道 左邊其實都是一些酒吧區 那邊已經算過了 不過那些酒吧在這個疫情下 都蠻慘的 那現在 歐布連到這個站 其實已經是 對鎮瓦製站的出口 數數客量 這裏四個 上多個五個 那應該差不多二十個了 是 最初的便是 Stewart Road 下一站是 始朝遇到 下一個站屬於灣仔 下一個站就沒有這麼近鐵路 亦是在灣仔和駱駱駱駛中間 兩個的士站都不太近 應該還未到駱頸橋 應該是 現在有堂食 不知道晚上堂食到幾點 總之晚上有堂食 至少在這條街上 人流都多了很多 跟之前四月比 之前四月的街道真的沒有人 恐怖得很厲害 恐怖得很厲害 聽到了 前面十字路口 就會是 莊士頓道和 軒尼斯道的交界位 莊士頓道有電車 其實電車以前 沿著海邊走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這些位置 都已經在填海 填了出來 香港的夜晚其實是特別漂亮的 我覺得 對於外國來說 外國的夜晚 為何是黑沉不沉 沒有燈 但香港的夜晚 真的五光十色 其實很漂亮 這段彎仔可能比較黑一點 相對地 這段彎仔可能比較黑一點 相對地 少少壁度上了一個峽 大概是 20 21 大概 這段彎仔可能比較黑一點 再過一個站 就是彎仔消防局 已經在俄警橋的位置 很近同學玩 真的會感受到五光十色 不斷營毫和鬼 另外就是有一個斷的方向 箱子 避免是其他緊化的方向 還可以將它混合避的船部 在一個馬上 展開 在那裡 還不是一門的橋上 就是阿瑰 但是他認為是鵝頂子 而是出手 所以我都會當是銅鑼灣 左邊見到消防局 消防局後面小姐我們就有個閃靜 這裡其實都算是銅鑼灣 我們的673行得很慢 我們673好像是早5分鐘在我們同一個站香港站出發 不知道是你走得慢還是我們走一快 就是了 673應該都要走一走 限量看看 因為673應該都蠻糟糕的 關下消防局需要5個 應該大概25個人 如果我沒有數錯 下一站是八德新街 The next stop is part of the street 下一站是百德新街 請緊握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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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德新街的站在銅鑼灣中心秘乃 應該全國銅鑼灣最黃的區 應該都是它 如果這站做不到客艙的話 這條線都是受早正常居多 但我對這站應該有些信心 暫時來說全車大約25個 我想 百德新街的站起碼上了20個 有幾個 排隊中的展示 而且是大約25個 唉唷 那條路不是很長 那裡才是50個 那裡才是錢 沒有20個 十個左右 只要是 不過呢 我個人覺得這個時段開10分鐘一班 好像九班就真的進取了一點 我覺得15分鐘一班可能好一點 10分鐘似乎有點太密 不過即管數一下這個站位一下 只有11個 加起來現在37個人 這輛車 4點2分 不過銅鑼灣的優勢究竟多大呢 都可以順便檢查一下時間 現在呢就大概 8點52分 對啦 那我們儘管要銅鑼灣上車去到馬鞍山 究竟需要多久 銅鑼灣上車的優勢應該挺大 因為難得681是一條唯一 最起碼也要走一趟 這條路線是 大路山隧道之後 直飛耀安的 所以如果你是住耀安的話 而銅鑼灣走 我想應該 搭鐵就是有限 這條路線 不然那麼快 這條路線是 這條路線 鑼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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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圍丸多2個客戶 還是差不多40? 39? 40? 總之差不多40吧 四個客戶 興法街就是上 入水道前的最後一個閘路 緊緊握手 好少 現在這裏有三個客戶 大概是四十二三個人上車 四十二三個人上車 客戶真的感覺上是差過通鐵過海前 不過我強調是沒有數字收 我沒有做過通鐵過海前的客量 所以我搭不到你跌了多少客量 好,我們準備上通鐵走廊 東區走廊就是降到北岸 鏡頭看著前方就看不到外面的風景 但如果搭車來說其實可以看著對面的風景 然後看到整個尖沙咀 一路看過去 紅磡 黃布 再少少少去到土瓜灣 九龍城 甚至 Megaboxing應該都看不到 對,因為Megabox都看不到 不過日後就容易看得到紅 紅當當 晚上就不太過眼 甚至再遠一點去到啟燈郵輪碼頭 都看不到 整個九龍半島都在左邊的窗口 但是前置鏡頭就差點到景觀 東區走廊是因為沿著廣東的海外四起 沒有聲音沒有染 所以拍日落拍去 拍通的走廊是拍得很漂亮的 只要選擇東行的時候 拍日落是拍得很漂亮的 尤其是在北角對賽這段 有興趣可以找回我們很多日落東廊的巴士片 是我們特意選擇日落的時間去拍的 現在晚上當然沒有日落看 還有也是反方向 東區所有的隧道本身就是第二條過海的行者隧道 第一條就是洪水 以前所有車都經洪水過海 現在收到涵 所以有了東隧之後 都做了分流作用 東隧以往沒有那麼堵塞 所以很多時候新駕東的路線 去國海的時候 都會選擇用東隧做的 例如大波城307 680、601系列 都是用東隧做的 過海的 但是後來呢 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東隧加官繞這個combo 真的實施得太過分了 可能關於觀塘造大了的商務區 其實實施得太厲害了 其中一個原因我都留意到 可能和大陸山隧道實施太多線 而大陸山隧道 大陸山隧道的巴士轉乘站 就不能擴闊 其實我發覺很多時候下半 是在大陸山隧道出口的巴士站 的轉乘位 是收回到隧道 因為巴士等入站 好了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這個隧道 那就是東隧 東區海底隧道 旁邊呢 其實在東隧時 就同時建了一條鐵路 南田過海的鐵路 其實是東區海底隧道的隔 建的時候是一起建的 所以嚴格來說 東區海底隧道是行車和鐵路兩擁 對了 東區海底隧道的入口 大概是側魚沖的位置 那出口呢 那出口呢 就會是鯉魚沖的地方 那來時應該在東區 屬於出口 應該可以駁到隧道的隧道 可以直接去隧道的隧道 可以直接去隧道的隧道 那條路應該 我見到機件都起得七七八八的 可能 通車的時間應該都不會差很遠 應該都是這一兩年 可以完成的事 那東區海底隧道差不多 嚴格四少 我都見到出口 那出口呢 那出口呢 就是剛剛說過 就是鯉魚沖的隧道 就是鯉魚沖的位置 那就是在石礦場附近的 那你見到附近有很多石礦場 那這些石礦場應該都是 那是 但是 那些應該都不會再有石礦場附近的 就是 就不會有石礦場附近的 也都被人掛掉了 這麽多年 其實這個東水出口的左側 就已經是石礦場了 不過 現在晚上 晚上什麼都看不到 那正如說 石礦場 不會再有礦石出的了 東水似乎是沒有人想下車的 我們開飛站 東區的小水路出了之後 就會駁到觀塘耀道 不過這段我還沒有在那段的地方 鐵油燈電燒費 第一站在大龍山水道 我過了這條迴旋處之後 大概就是藍田地鐵站 這條迴旋處之後 就會正式進入觀塘耀道 觀塘耀道主要的車 一方面就是來自東水國海 另一邊的車就是來自將軍路 所以左邊手邊準備進來的線 車全是來自將軍路 剛才我們在東區走廊看著九龍半島的景觀 現在東區走廊 現在觀塘耀道就看回港島 可以看回港島 可以看回中上環的地方 但是觀塘海濱的位置就不太長 我們觀塘耀道很快就轉到內街 在九龍灣那些地方就不太見到海濱 在九龍灣那邊也看到駱駱駱駛 就是近年發展得非常繁忙的 觀塘商業區 以前那邊的地方都是觀塘工廠區 近年看到很多寫樓 離開了海濱之後 差不多就進入九龍灣區 旁邊的路就是游輪碼頭 是797就這樣走的 右邊鏡頭就看不到 但近距離看到有meuding box 紅當狼 透映眼看外頭 但是完全進不了鏡,因為正在轉彎 現在這個位置已經過了,所以看不到 我們觀塘妖道都差不多了,走多一點遠 暫時還在觀塘妖道 觀塘妖道,一條路是直接駁到大老山隧道 但是其實如果你不進沙庭的話,還有一個機會讓你離開 2964那些就會這樣離開 就是出旺角的 就是前面這個路口,前面這個路口出旺角的 就是落太子道東 但是如果這個路口你捉不下,你就進隧道了 這段路的隧道範圍就不算是觀塘妖道 而以區域的規劃分離計 就以下面那條太子道東做界線 我們準備穿過,剛剛穿過了 太子道東以北的地方就是屬於旺大線區 我們就很快地看到大陸沙水路入口 所以應該會穿過還是陰塵車走 前面的些道路口應該是 Himala 就是昇鳳名居 後來會的廣場 是我的道理 我最喜歡這條 shortcut 就是在鑽石山站上的斜 你滑想一下 大陸山上山很塞車的時候 鑽石山站上斜的時候 全部都是 shortcut 最短路 不過當然啦 我們剛才沒有塞車的時候 當然是我們快 但如果不是的話 就那條 shortcut 形狀可以打尖 是非常好用的 大陸山隧道也有人下車 但記住 大陸山隧道是轉車 沒有轉成優惠 除非它是越漂客 如果不是客人再博士 去哪裏也要再付錢 我沒有辦法統計客人是否越漂客 一個人做不了太多 也記不到哪個乘客是越漂客 誰不是 大陸山隧道曾經是全香港最長的行車隧道 不過是曾經 它的確是長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出名 現在就不知道是不是 以前是出名空氣差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當年九巴做熱狗的時候 踏著它就很辛苦了 踏著這條隧道 這個空氣差也是 九巴優先處理大陸山隧道 空調進路的一個原因 是一個官方原因 所以它是很出名 但是現在就有空氣了 它有沒有空氣 質素有沒有改善 其實都沒有人再來 因為大部分的車輛 現在都是有空調 都沒有人知道它還會不會 很高 還是怎樣 對 剛剛逃生門去到19號 如果沒有記錯 逃生門應該去到25號 如果沒有記錯 這隊是第20號 應該來多5隊 就可以出口 進去 還是21 是沒有錯的 已經準備出口 22 因為出口會轉彎 剛才是673 我們行車都頗快 起純23 我會記錯呢 23號嗎 我記得是25號 第24號 是否還有一隊 是否還有一隊 我真的記錯 24號 應該記錯 應該是25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開有25號 反開有25號 為什麼很容易收入 你看看出口去到巴士站 其實只有2、3 3、4個巴士車位 大家要等待 兩條線都收滿了 就很容易收入 太短了 這個出口的位置 不是巴士站位 但我明顯它已經沒有 鋼短了 看看能不能下車 3、4個巴士 是馬上最快的 是馬上最快的 在飛泡沫時間 是唯一一條 直達物 要安門中間不停 下空角都不停 但是現在只有2元 乘車 有點失望 竟然沒有人在這裏轉車 好吧 現在的時間就是大概 9點13分 提醒大家 剛才在白德山家的站 時間是8點52分 我們看看它進入耀君 需要多少時間 怎樣? 怎樣? 3 下一站 有新增生費 下一站 遙漢村 沒錯 下一站遙漢村 不停阿公角 680那些連殯境都要停 有很久 680要停殯境 要停阿公角 左邊的樓是石門 石門這個山田古城 真可憐 出入都是達次元粒 九包都不做 不停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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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我們的目的地 就是馬鞍山廣場 海鞍花園那邊 所以待會下車 應該不需要在馬鞍山市中下車 因為馬鞍山市中下車 因為馬鞍山市中下車 會過對面馬鞍山市中下車 會回到天橋 這應該是最方便的 這應該是馬鞍山公園 這應該是最方便的 所以整個車 整個車來說 甚至40多個客人 飛行車來說 都是少少失望的 我覺得客人來說 所以可能 681都要輕微減慢 都不出奇 10分一班 可能太密 可能減15分鐘 但是我覺得 反而20分鐘以上的班 就實在有點過分 始終它仍然有它的競爭力 尤其是灣仔和紅樓灣地段 是很明顯有競爭力的 我們一直走的 這條是大鞍山公路 右左邊是回大埔 我們任馬鞍山繼續走大鞍山公路 還有我覺得 681來說 如果客人太差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現場上 只要按營圓 因為畢竟按營圓 只有60 你聽見沙田 只要兜競爭一城 然後下空過 已經不開位了 難得 路百尼這麼快 那你就做上錦鷹縣 反正錦鷹縣的位置 又是不近鐵路 有得做 有得考慮 如果路百尼客人真的太差 但我覺得應該不會 我又為私家車搞一會 你想幹什麼 你幫你補車牌 JD8490 是一個巴士前面鎖車的 對 鏡頭不要拍到你的車牌 我讀一下你的車牌 JD8490 當巴士裝了這麼多 巴士前面沒有鎖車 搞到巴士要殺車 其實很危險 這裏已經是馬克山路 已經不再不是大路上公路了 右邊就是馬克山路 可以直接進入里安和西貢 左邊就是馬克山路 一出去 馬克山路 就是馬克山路 就是馬克山路 所以要看的時間 現在是晚上9點 大概是18分 還記不記得剛才是 幾點在銅鑼灣上車 52分 現在大概是半小時 半小時 半小時 可以進到銅鑼灣回到遙安村 我想鐵路的時間 無可能會贏得到 所以 6分1是一定有得做的 看看是怎樣做 7天才能夠 這裏是行安 但我們應該停遙安 就停前一點 這裏是很少 所以你看到 要安投安都是不肯定做的 所以 有得搞那個路上 不用那麼悲觀 新城 又自已的閹幹 對方 我區域集成 第一站在車程中 都是一站在彈灯位 等到最後 大概10分20分 就可以到遙安村鎮落車 大概是半個小時,28分鐘 28分鐘就可以由巴特山回到遙岸 沒有數錯,只有4分1人,這輛車大約40多人,也算是下車 看看編定時間表,8.3到8.9,那輛車是10分鐘的版車 8.55到9.3,是新城市前,都可以走10分鐘的版車 新城有字,15分鐘的版車 當綫線有競爭能力時,你都自我放棄,不如交牌,好嗎? 9.55很願意做,681 你不願意做,你可以說聲 當然681有個故事,就是交換 可以是一人一半,是一人一半的故事 應該是6118的故事 本身如果沒有記錯,118是一群洞動營的,6119 是一群洞動營的,9群洞動營的 但9群洞就想搶了腳進小西灣 所以提出交換,換線一人一半 這群洞動營的故事是幾個經典 增壁山中河落了3個,4個,5個 這群洞動營的故事是幾個 之後那一站是福岡花園 福岡花園之後就是馬拉西公園 我們會在馬拉西公園落車 待會走過去,應該是最方便的 這群洞動營的故事 至於馬拉西公園舒適一點 或者港鐵舒適一點 還是哪個時間快一點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港鐵的乘車 好像是上星期拍的 福岡花園 所以我忘記了上一次 用了多少時間 福岡花園 福岡花園 我只記得在馬拉西公園 找了出口很久 不知由車頭走車還是車頭 才能找出口 我完全猜不到 我只能看得到 很難看 我なに 要是 好 好 我們 這是 好 好 女生 西貢 沙田 所謂西沙路是西貢和沙田連接的路 香港也有很多這些路 例如洪天路就是洪水橋和天水圍 例如還有朗天路就是元朗和天水圍 香港也有很多這些路是用兩個地區的字圖 一人應該是指甲不是出來的路 接下來的這一站就是風格花園 應該也不是下很多人 估計 晚上數下來是很難數的 尤其這站這樣走 這裡也有六七個 因為我們要準備轉入馬鞍山市中心的總站 馬鞍山市中心的總站在西沙路的右邊 所以我們要左轉進去 馬鞍山公園就可以下車 既然有燈位就可以駕駛兩個才下車 我們要準備下車 其實前面各商場已經是馬鞍山廣場 其實已經看到目的地了 不過還沒下車 我們準備下車 齊男性尊維 停車 化室 停車 化室 停車 化室 停車 停車 化室 停車 停車 在那邊 坐車 你幾乎 那我們就早一點下去了 轉彎就會下車了 有點難度 轉彎就下車了 轉彎就下車了 左邊就是馬山公園 我們應該要上天橋才可以過到對面 對面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走老太太 鸡蛋 已经见到目的就是马拉山广场了 最后就走到中庭的遥述目玛的位置 我们就拆截完毕了 如果时间上我真的不记得哪个快点 但如果方便程度来说 其实达600天都不弱的 上车地点只不过我走错了 其实都在商场门头 下车地点也是商场的对面 只是上一条天桥就可以了 会不会上多一层呢 而下回去 不用了 又是这个回转目玛了 回转目玛对面有个钟 那就最方便了 看一看 9点半了 这边上刚好一个钟 我真的挺喜欢这个钟 我真的喜欢这边的银行吗 你看看那边很漂亮的 看那边很漂亮的 看那边很漂亮的 我不是很知道有下雨的 有下雨的 有下雨吗 说一句广播那么有趣 我们基本上真的用了一个小时 但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来到这个马拉山广场 究竟是快还是慢还是怎么样 之后我们会再有一条影片一起去看看 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四个测试 现在做了两个 但是另外两个究竟是用什么方法 由中环的IFC 回马拉山 我是没想到的 所以如果我没想到的时候 可能做两个测试就算了 所以大家究竟可不可以告诉我 用什么方法可以合理地快 你不要和我说 你不要和我说先坐车入天水围 再由天水围到马拉山会合理的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合理的又可以发的方法 是可以回马拉山的 如果可以有的话 也可以做到两个测试 7.3和7.4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用这两个测试就可以了 那今天这条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那我们在下一条影片就再见了 多谢大家听了我说这么多的辉试 好吧 拜拜